神州名乘满目营,闻市古迹任远行,大家好,我是任远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河北苍州运河区 在我背后有一个古墓 这位墓主人,他是契机光的上司 也是一名抗沃英雄 只不过很多人都已经把他忘记 这位墓主人就是刘道 关于刘道这个道,我个人认为应该念涛 不过到现场后遇见三个本地人都说这个念道 就像上次去广饶白琴台一样 其实上面就是因为种的百数,所以叫做白琴台 但本地人都称为薄琴台 这个没有谁对谁错,只有入乡随俗 尤其是这里,当事人已经躺平400年了 谁也不知道当时读什么音 目前现场已经被铁丝网圈了起来 无法进入 可以看到里面有墓碑以及残损的石像声 后面便是风土 其实我个人认为文宝碑应该把多音字的拼音标上 这要是没有遇见本地人 我肯定就按刘涛来了 原来刘道墓在运河区赵庄村运河北岸 民国八年因为河水冲刷,墓地濒临损坏 刘是后人便把墓迁到了这里 刘道是明朝中期抗窝名将 也是七级光的上司 虽然功绩卓越,却被清朝写的明史删除了 刘道只会不下浴血奋战,边疆复平 期间曾生秦幼年的清太祖努尔哈赤 不要说抓努尔哈赤 肖大亨只是上报了女真部族叛乱 就被无情地从明史中抹除 所以想了解真正的明朝历史 去看明史录吧 明史这玩意儿太假了 刘道自嘉靖32年至38年 先后任浙江杭家湖兵备赴使 暗查史 与胡宗县,于大游,七级光等共同抗窝 参与并指挥了王江经大战 嘉靖32年 刘道率兵攻取陶宅镇 射杀倭寇首领 米里芝麻 大获全胜 嘉靖36年 刘道指挥七级光 兵分三路攻打汪直 权间窝寇 生擒汪直 并且处以腰斩 这一段话呢 来自于沧州运河区政府的官网 我认为稍微有那么一点演绎 因为明史里边没有刘道传 所以道底只没指挥过七级光 这个不好说 但是汪直他不能算是生擒 只能算是他主动上岸之后被捕了 而他被捕的原因 就是谬朝廷对于开放海禁的出尔反尔 汪直在日本是被奉为神一样的男人 也是海贼王的原型 然而在我国汪直他到底是一个倭寇 还是一个汉奸 又或是其他 一直就争论不休 不过汪直被捕后所说 死五亿人 恐苦两者百姓 一语成谶 因为很快 明广就沦为了倭寇的重灾区 嘉靖三十九年 刘道被升为巡抚 长乐一战把倭寇打散了 莆田再战破倭寇三十六朝 倭寇首领 呵哈磕图连夜逃走 所以刘道被升为又赴都御使 龙庆元年 刘道改为督察院又都御使 兼兵部左侍郎 龙庆四年 海寇曾一本 自持战船牵手 兵重万语 号称海上天子 刘道临危受命 指挥于大游 李希 郭成等人 三战三劫 杀敌数千 升勤并斩首曾一本 正在相居的著名清官海瑞 特赠师圣赞刘道卓越战功 自龙庆元年开始 刘道三次上书 告病求辞官 龙庆三年 五十七岁的刘道 给皇帝写辞职信 严征交感 饮食已绝 观念已备 迄今将近一年 这写的自己就是病入膏肓 刘道曾经招降叛军 一夜都不敢睡觉 于是写下了一首诗 孤军博庭水云香 为府顽民静夜忙 一念节中置目苦 捐躯尽忠为秦王 龙庆四年七月 刘道至世归乡 一个月后 龙庆四年八月 西北东北敌军大举进犯 朝廷于是立即启用 在家的刘道 驻守通舟 刘道统领主路兵马 名号令 神约束 敌军赶到他的阵仗威武 不战而逃 忙前忙后的刘道 终于可以歇歇了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 刘道在苍州病逝 终年八十七岁 万历皇帝封告称 刘道 真国家动良也 一次旅程三五故事 关于刘道牧 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远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 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